华府郊外的一家非常普通的酒庄 顾客营门络绎不绝 不过绝大多数人不是来买酒的 他们来买的几乎全都是威力球彩券 即将在星期六晚间开奖的威力球 投奖从五亿美金爆充到史无前例的八亿美金 中奖之下全美各地都掀起彩券热 很多人是带着梦想来买彩券的 连即将回国投票的国民党中评委林远也赶来试手气 购买威力球彩券可以电脑选号 也可以手工选号 有人认为只有手工选号 赢了才能体现出自己的手气好 记者张国华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